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纪金条 观赏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 3月5号在高雄文化中心的演出 意有未尽的说 看过还想再看 哦 真的 精神都来了 精神都来了 真的 看完神韵演出 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纪金条 先感谢中医师好友 告诉他神韵晚会的讯息 又沉浸在方才看神韵的喜悦当中 没有看到这么好的 这么好看的 真的 真的太棒了 好像一有慧气还想要来看 好像还要再回去家里沉淀一下 那我现在感受就是音乐 舞蹈 服装 布景 还有教化人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 每一年的神韵的演出 都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 我今年带着潮州国中 古典舞社团的孩子30位 今天来观赏 每个孩子都觉得收获满满 已经是第五年看神韵的舞蹈团团长 洛文华说 神韵的每个节目都带给他正向的力量 是的确每年让我来看神韵的动力 的确是如此 就是来观赏之后 让我觉得对舞蹈的一个新的意境的启发 洛文华团长赞叹地表示 中华舞蹈艺术之美 尽在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之中 新唐人亚太电视方亚贤 林宏观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